大家好 欢迎来到洋堂主故事会 枪个有用 后继是我国古代历史上周的始祖 又名气 他曾经被谣推举为农师 并被顺称为后继 他在农学方面有着巨大的成就 后继从一出生就充满了传奇色彩 据说后继的母亲叫做江源 他一直都希望能够有个孩子 于是为了这个目的 他来到了郊外 想要寻求上天的帮助 对着天空虔诚的祈祷 希望能够借助万能的天神的力量 帮助自己得到一个儿子 祈祷之后 江源继续向前走 走着走着 突然间看到前面路上似乎有个很大的坑壮物 他好奇的走近一看 发现那竟然是个巨大的脚印 好像是个巨人留下的一般 看到这样神奇的脚印 江源突然心情是异常激动 觉得自己刚刚的祈祷似乎得到了神灵的响应 于是他把自己的脚踩进了这个巨大的脚印中 还试着比较两者的大小 可就在他踩进去的时候 一股不知从何处来的神奇力 好像突然之间冲进了他的身体 这巨大的冲击 令他身体为之一颤 从郊外回来后的江源 将他的所见向周围人讲述了一番 大家也纷纷觉得很神奇 甚至还有老人说这必定是一件天大的好事 是他的诚心感动了天地所致 这之后不久 奇迹真的发生了 江源果然像他所祈祷的那样 怀孕并顺利生下了一个儿子 这令他是喜出望外 虽然对于江源来说 得到一个儿子是天大的喜事 然而这件诡异的事情 在周围人的眼中甚是奇怪 人们都觉得这个过程很离奇 于是断定那个孩子一定是什么不祥之兆 便将江源所生的孩子是偷偷抱走 并抛弃在一个荒凉的山坡小道上 可上天似乎对这个孩子太过眷顾 孩子一个人被丢在这路上 竟然没有受一点伤害 而且就连经过的动物都要绕开他前进 是生怕伤到孩子 于是不久之后 那个孩子又被人们带到了另一个地方 一个冰封的河面 企图让他冻死 可谁知竟有一只神奇的大鸟从天而降 将自己毛毛的翅膀覆盖在孩子的身上 不让他受冻 此时到处寻找孩子的江源 终于在苦苦寻找之后 发现了自己的孩子 于是便立刻把孩子是接回了家中 由于这段被抛弃的经历 这个孩子后来就被叫做气 随着时间的流逝 气也渐渐长大成人 在周围环境的熏陶下 他从小便喜欢劳动 就连玩耍的时候 都不忘学着大人的样子种地 不管哪种农作物 他都模仿着人们种植的样子 跟着做 很快便学的是有模有样 对农学有着极高的天赋 长大以后的气 对农学的兴趣也是越来越浓 在日渐暖和的春天 他将农作物的种子撒在了土地中 结果到了秋天 竟然收获了许多果实 这令人们都十分惊讶 并不断地有人向他讨教这种植的经验 他的名声很快便传播开来 成了周围所有人效仿的典范 在当时 既是古物的意思 同时也有神的含义 当时的族群首领以摇 听说了气的事情便认命他为农官 成为农官之后 他更加认真地教导人们种地 并大力发展农业生产 此后顺对这位受人敬仰的农官十分敬重 并称他为后继 在后继的带领下 农业生产发展越来越繁荣 人们的生活也越来越好 渐渐过上了衣食自足的安稳生活 对此后继功不可没 后继去世后 人们也没有忘记他的功劳 并一直将他奉为农神 祖祖辈辈地祭祀他 这个系列是按朝代划分的趣闻易事 后面还会有很多有意思的故事 有兴趣的朋友请后续关注 我是洋堂主 关注我 期期都精彩